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久很久之前 中国北方有一座危恶宏伟的高山 名叫成都在天山 山上住着一个巨人士族 叫夸父族 夸父族的首领就叫夸父 他身高无比 力大无穷 意志健强 气概非凡 那时世界荒凉落后 毒蛇猛兽横行 人们生活凄苦 夸父为了自己的族人可以生活下去 每日都率领众人和洪水猛兽搏斗 那个时候 人们的农业生产水平还是很落后 要靠天吃饭 但是有时天下大旱 火一样的太阳 孝照了地上的庄稼 晒干了河里面的流水 人们热到很难受 实在无办法生活 而需要太阳的时候 他又往往躲在云彩后面不出来 夸父见到这种情景 就立下红心壮志 发誓要将太阳捉住 让他听从人的吩咐 更好为大家服务 有一天 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 夸父就从东海边上 开始了他追逐太阳的精程 他耳朵上挂两条黄蛇 手里面也握住两条黄蛇 随身还攜带着一根手杖 夸父不停地追追 肚饿了 扎个野果冲击 口渴了 就捧口河水解渴 累了也只是欠一阵 他心里面一直在鼓励自己 快的了 就快要追上太阳了 人们的生活就会幸福了 他追了九日九夜 距离太阳越来越近 凶痛痛热的太阳 就在他的头上了 夸父又跨过了一座座高山 遇过一条条大河 终于追到了鱼谷 传说鱼谷就是太阳休息的地方 在太阳落到这里洗浴之后 就在巨大无比的药木上休息 到了第二天再升起来 跨父心里非常兴奋 一团巨大又红又亮的火球就在眼前 跨父已经进入太阳的光轮 完全处在光明的包围中 但是跨离太阳越近 太阳光就越强烈 跨父越来越感到焦躁难耐 他觉得他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干了 当无知急是需要喝水 于是跨父站起身 走到东南方的黄河边 伏下身子 猛喝黄河里面的水 黄河水被他喝干了 他又去喝围河里面的水 谁知道他喝干了围河的水 都是未可以解渴 于是他打算向北走 去喝一个大潭的水 大潭是一片中横千里的水域 足够他解渴 但是跨父实在太累太渴了 当他走到中途的时候 身体就再支持不住 慢慢地倒下去死了 跨父死了之后 他的身体变成了一座大山 跨父的手杖落在地上 变成了一片枝叶繁茂 鲜果类类的桃林 名为登林 从此之后 跨父的族人居住在跨父山下 邓林之中 生儿育女 凡显后代 过上幸福的生活